前方路口红灯转绿灯 下一秒骑士直行 没想到左前方突然出现一台轿车 直接撞上来 24号下午5点多 发生在台北市万华 中华路二段与南陵路口 84年次的理性骑士 和42年次的卫星驾驶 发生擦撞 重型机车 普通重型机车驾驶人 手脚多出擦伤 当时很多人都是说他们是绿灯 喝酒的清醒 只觉得只是零 还原现场状况 当时红灯转绿灯 骑士沿着中华路二段 北往南执行 驾驶爱国西路往南陵路 也是要执行 就在这个多叉路口发生车祸 只要起步我都先看 那边还有没有车子要冲过来 不然起步直接冲出去 一定会被撞 我们没必要拿自己生命安全 做这种差那几秒钟的事情 就是有的就是讲快 它就会这样 就会出车祸 多叉路口又属车流量较大的路段 再看一次惊险画面 两车撞成一团 幸好骑士没有生命危险 后续造势责任 将由警方进一步厘清 记者谢耀珍 萧伟山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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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存在的 この电章